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銀 前一天 不對今天禮拜一 禮拜五的晚上 美國NASDAQ又重挫 而且還破底 其實台子旗那天也是 算跌得很慘 可是還好後來要收回來 可是今天早上一早 現貨是不是要反映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天美股跌多少 來 美國股市禮拜五的收盤 道瓊跌不多 59 可是重點在NASDAQ 跌了295 科技類股 跌了1.92% S&P也跌了快1% 非城半導體跌不多 OK 重點是這一塊 光是NASDAQ 就已經讓大家下破檔 可是今天台股非常撐喔 你看 早盤開低之後 哇一路就上來了 看到沒有 一開幾乎就最低 然後一路買盤翻紅 OK 然後最後小跌 跌8點 我說這盤很厲害 表示什麼 比較低檔有手 對不對 今天早上 兩大報的頭條都是這個 我說 挂個牌為什麼需要 放頭版 哇全部的人都恭賀他圓滿成功 哪一檔利基電 很重要啊 對不對 大家看說 他今天漲多少 52.1% 可是我相信大家明眼人都知道 因為他已經有掛新櫃對不對 看新櫃 跟他今天收盤比 還跌4塊 大家看一下 這是他的新櫃的走勢圖 K線圖 OK 他前一天是收到 799耶 今天還跌4塊 看到沒有 跌了5% 難怪 明明這個算什麼 這個算 轉上勢其實算利多 可是因為整個利基電 居然中錯 所以其他的 半導體也受影響 來看一下 其他半導體發生什麼事 我說光是我們這20大全職股 裡面就有多少半導體 台積電 跌8塊 然後呢 聯電 跌1塊 日月光跌3塊 OK 這三檔主要的 製造的 都是跌 聯發科是漲 它雖然是半導體 可是它是IC設計 它不是製造 這兩個不一樣 可是整個 OK 我只能說 半導體製造的部分受影響 所以說你看到今天半導體拉回 對不對 可是很重要的是什麼 很重要的是 你看這一塊 漲5.6 漲7.29 漲3.7 這是哪一塊 這個是航運股 有沒有 我上禮拜有沒有跟大家說明 就是說 電子全職股 主要是半導體 對不對 然後呢 航運類股 這兩個類股在做什麼 類股輪動 如果一起漲 那就不得了 這個盤就上去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另外還有題材類股 什麼題材 來 這些啊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 半導體元宇宙 電動車低軌 然後呢 再加上什麼 這個全職股裡面還有一塊 在這裡 金融股 OK 金融股今天也是漲 雖然是小漲 可是他也是漲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有時候就會出來 創一下門子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會看到 光是這二十大圈之故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三個族群 是屬於偏多頭的格局 半導體 對不對 還有呢 航運 還有呢 金融 這三個屬於偏走多頭的族群 那另外題材的就是這三個吧 對不對 目前的題材啊 元宇宙都電動車跟低軌衛星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三個 再加上我剛剛講的 我跟你講 盤要漲 絕對會有 整個族群在帶動這個盤 它不會像散沙一下 東漲西漲 不知道在漲哪一個 主流你知道嗎 現在主流我已經告訴你了 就這些 如果說你有興趣你可以多研究 老師在那邊挑股票 也是從裡面挑啊 好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說明說 我們從裡面挑了什麼股票 我之前 我上禮拜已經都跟大家做報告了 如果說你有看到 我相信你是會有賺到的 來 然後再來呢 有一個消息 很久沒看到這一檔股票的消息 這一檔 鴻海 鴻海營收重返6000億大關 可是說實話 這6000億大關 比去年同期還衰退啊 既然在這邊 鴻海沒話說製造業之首嘛 對不對 可是鴻海的格局怎麼樣 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已經一陣子沒跟大家報告鴻海 之前不是跟大家講台積電 走多聯電 走多聯發科也是走多 對不對 那現在呢 再加一檔 鴻海給大家做參考 來 鴻海的部分 你看喔 我這裡為什麼要畫三條線 就是100 110 120 夠簡單了吧 為什麼 因為它格局目前就是這樣 100 100 現在是100到110做橫向整理 之前本來還比較強勢在110到120 因為它的整理的格局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目前屬於區間盤整 還是偏弱的狀況 還沒那麼那個關 對不對 可是它目前以今天來講 它這個消息對它是有幫助的 為什麼 因為它低點在這裡 看到沒有 然後這一天是不是有出量 記得這一天出量是為什麼 是因為MSCI調整權重 那可是現在漲過去啦 所以短線上 它會往110來邁進 有機會 可是你說它現在就轉多了嗎 沒那麼樂觀 盤整盤 而且它的量還是在這裡而已吧 你看 重點是成交量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在成交量沒有什麼變化的狀況下 先不用去預期它的格局會有什麼重大的改變 OK 不像我們之前在討論的那個 那個什麼 航運股一樣 來我們先回來看一下大盤 大盤來看 今天十九大類股指數裡面 航運大漲 五庸置疑 4.56 我早就已經跟大家說說明了 對不對 今天佔比26.2% 主流地位已經出現了 我已經在這邊呼籲很久了 差不多一個多禮拜有了 好 電子還在58.7% 也是相對強 其他的 只有 金融保險在2.8% 其他都在1%以下 你就看得到現在資金它怎麼樣 集中度出現了 可是說實話今天沒什麼太大的量 為什麼今天主要是在測支撐低檔的買盤有沒有 今天低檔買盤有沒有 有 來看一下 今天開低之後是不是一路就拉了 對不對 這是今天嘛 是不是開低之後是不是一路就拉了 對不對 那現在是量縮我跟你講主要是因為什麼 因為美股在跌在往下破底 那我們呢現在是怎樣 現在不是測賣壓是測支撐 測什麼支撐 就是因為這一些美國股市的利空 是否會怎樣 會讓我們這個下檔支撐的買盤縮手 可是說實話今天還是有戶盤的影子在啊 為什麼 來看一下大盤 今天拉上紅盤之後整個買盤就休息了 這邊買了一點點之後上去就馬上被賣下來 別人說它下有撐上有壓 目前的盤勢就是如此 而且重點在哪裡 今天主要是因為壓制了什麼 半導體 對不對 可是航運OK啊 我上個禮拜我不要說上個禮拜 我們從多久之前就開始跟大家講航運 對不對 我從11月底 就跟大家說要留意航運 來看 我們11月26 就跟大家講 它這邊亮出來了 再上漲 對不對 然後再打一個底 差一步轉牆 結果隔天是不是掉下去 這一天是不是掉下去 11月26 我跟他說 還沒有放棄啊 他只要這邊怎樣 一突破就上去了 12月1號是這樣 12月3號突破 12月2號突破 12月3號回撤 我說 這個時候早就已經多頭格局確認 對不對 到今天是不是又繼續過 OK 我們在什麼時候就進場了 我們也是在12月2號啊 就進場買什麼 買了長榮 OK 所以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航運股絕對可以留意 我已經講很久了吧 對不對 我們買了航運 持續便便也漲得10%有了 OK 我們先回來大盤 以大盤的格局來看 目前大盤格局 是不是還是維持在這個範圍之上 對不對 當然我說這裡因為 套牢量很大嘛 它現在需要什麼 我跟你講 需要半導體來助陣 半導體一動 盤就會動 這個盤就會被推升過高 沒有意外 可是這個過高呢 成交量必須要擴增至少要4000億 甚至於4500億以上 整個盤才會持續推動 否則的話它就會卡在那 好 會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 因為高檔的賣壓 好 會把它壓下來 像現在 台股真的很厲害 好 我前兩天不是給大家看 美國股市的狀況嗎 是不是一路在破低 可是台股呢 來看 台股是一路在過高啊 你看 是不是要紅紅紅紅紅 有沒有 是不是只有這一天是這樣 我跟你講 只要這一個 這一個範圍能夠守住 就17500不破 一句話 17500跌破 格局再壞 沒有跌破之前 不要看空 好 要記得 好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我們介入的股票 現在表現怎麼樣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雙贏 剛講到航運對不對 我也直接了當啊 那天在節目裡 就直接跟大家講 我們買了什麼東西 我們買了這個 長榮 我們一進場之後 當天就收在133相對高點 因為它已經突破了 對不對 我們買在這個 剛突破的這個點 OK 好 進場之後 我說這個格局 因為它已經運量多久 你看喔 高點是什麼 7月初 7月初 跌到10 10月中 才出現最低點 然後到10月底 怎樣 11月初 才突破整個下降格局 我們那時候還沒買喔 我們買在這 我說我不是要 我不是因為它低才去買 我是因為它準備要漲了 才去買 為什麼 大家注意看 如果說你是因為它低 從233跌到 腰斬好了 110幾 這時候是110幾 夠便宜了吧 對不對 可以繼續再破到85 再破 再跌30塊 然後有人又想說啊 說老師那你剛好不買在90塊 我說 首先呢 我要跟你講 當它在跌的時候 你不知道它低點在哪 因為低點還沒出現 OK 好 低點出現之後 它會再破低 你也不知道 好 所以說你不用去在意說 你是買多貴 還是買多便宜 因為 你真正要賺的錢是這樣 你買了之後有漲 你會賺錢 如果你買了之後 繼續跌 你買再便宜繼續跌 也沒批用吧 對不對 好 所以說我們買在這個關鍵點 我們買到 買到127 來 先之後 回檔嘛 照說嘛 那天的掌午忙 今天呢 今天最高來到127到142多少錢 15塊已經超過一成了 對不對 買在關鍵的時刻 總比你買在 什麼時刻好吧 而且那天127也不算最高 OK 那另外呢 我們是不是還 根據這些題材 來 根據這些題材 半導體 元宇宙電動車 和地鬼微信 根據這些題材去選的股票 我說 我說題材很重要 可是我們不是建立在一個什麼 虛無飄渺的想像裡面 為什麼那麼講 因為很多人在講 宏達電啊 它是最主要的 對沒有錯 它最主要 而且是最先被炒作的元宇宙題材 可是它的獲利呢 還沒看到 它的營收呢 還沒增加 哇 那怎麼辦 因為我說 我們做任何的投資啊 你必須要建立在真實的獲利上 欸 我要看到什麼 我要看到成長 重點在成長 好不好 你做任何的 欸 投資 你科技股 重點在成長 就算你做傳產股也是在成長 你的營收 你的獲利有沒有出來 對不對 很多人都說 OK 那 好 像景氣循環股好了 景氣傳產股 可是傳產股 你也不能說它一路跌的時候 因為你也不知道它的循環 什麼時候才低啊 所以我寧可選在什麼 它已經不再破低了 欸 開始往上成長了 我們再來做不是安全很多嗎 對不對 我就買在成長那一段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就從這裡面 是不是挑了這一檔股票出來 來 聯勇啊 你看這一檔股票 它的營收 從你看得到的報表 這樣足足是多少 快兩年 從2020年1月1號到現在 10月 它整個營收都是呈現 一個大幅成長的趨勢 看到沒有 這個藍線是它每個月的 好 這個紅柱是什麼 跟去年同期相比 它怎麼算 哇年增率66.38% 是不是表示說 它接到了很多訂單 而且是持續 在暴漲中 對不對 這毋庸置疑吧 不然怎麼可能呈現這種走勢 你看 沒休息 對不對 然後呢 重點是它的獲利呢 獲利跟毛利如何 來看 它的獲利跟毛利是長怎樣 去年喔 2020年第四季 毛利38 然後一直到第一季43 再也50 51.94 哇 這樣子算是一個很高速成長的狀況 而且獲利從5.99一季 到今年第三季一季可以賺20.17 這個 這種狀況你覺得不OK嗎 這公司 目前保守估計它的EPS是60塊 記得是60塊 好 那60塊 那什麼時候去買 大家看一下 我記得我12月1號跟大家講 對不對 格局已經呈現多頭了 對不對 成交量也進去了 表示什麼 表示有人在做啊 所以呢 那天也跟大家介紹了 12月3號也跟大家介紹 是不是一路漲漲 今天終於有比較大一點點的漲幅了 重點是它創新高了 OK 是不是創新高了 這格局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EPS60塊 現在500塊 會很貴嗎 應該不貴吧 對不對 因為它題材夠多嘛 而且重點是 它的營收跟獲利還真的都出來了 呈現爆炸性的成長 好 你說它預估12倍 漲到700塊也不會過吧 500塊到700 還有200 對不對 而且 因為是高價股 一下就來 你不要想說700很慢 沒幾天啊 OK 那我們現在呢 另外再推薦一檔 跟大家介紹一檔 這一檔有什麼題材 來看一下 它這一檔有電動車 有5G還有什麼 資料中心的題材 你看它的營收 是不是也是跟同期相比都是成長的 看到沒有 重點是 它的毛利跟獲利也都是如此啊 你看去年第四季 0.65 今年的第三季到1.88 從0.65到1.88 這樣長了多少 是不是長了快兩倍 好 獲利是不是持續成長 毛利從23 跳到34 也是很厲害啊 對不對 而且重點是 投信還持續買超 它這一段是賣掉 賣掉以後 也不跌啊 看到沒有 後來又買回來 看到沒有 投信又把它買回來 成交量也出來 好 這種狀況表示什麼 它低點越低越高 你說它能不做嗎 重點是 投信也介入了 我這邊介紹那麼多股票 很多人啊 年中 我一直講 年中要做賬是誰要做 投信 集團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些集團轉投資 它的股價 還是要認烈的啊 對不對 到底是賺起來賠錢嗎 所以說基本上 他們不會讓怎樣 讓他們的股價太難看 好 自己一定會有 介入一個狀況 那投信根本不用講 投信的基金經理人 一定要怎樣 要顧好自己的績效 不然的話明年就沒有 沒飯碗 或者是投回去做研究員 都是如此啊 因為這個是金融圈的生態 好 所以說你這邊投信做賬的 投信持續買進的 你要特別留意 再加上我們挑選出來的股票 是不是都是這些 有基本面 有題材 再加上走勢跟籌碼 完全符合我們的標準 我們才進場 到底有哪一些 我在這邊跟大家回顧一下 像今天 我已經跟大家講 目前就這六大類的族群 你要去留意 哪六大類 題材呢 在這邊 題材股 在這邊 元宇宙 電動車 低軌衛星 這是題材 那類股呢 類股注意聽喔 半導體 航運 再加一個什麼 金融 OK 因為這三個類股 它很佔權重 目前年底這一段 盤要過清高 這三個類股一定會有所表示 那我為什麼一直不提塑膠 因為塑膠的走勢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塑膠嘛 塑膠 你看 這是台塑 這是南亞 這是台化 你看 這是什麼格局 是盤整偏弱 對不對 南亞呢 是不是也是盤整偏弱 還有呢 台塑化 是不是也是盤整 所以說我為什麼不把塑膠講進去 因為它的格局不對 可是航運就不一樣啦 剛剛講航運 半導體 還有呢 金融 這三個格局就是往上的 所以我說這三個類股 基本上你要留意 如果你要做多 就看這三個 再加上另外這三個題材股 題材族群 這一些就是你要留意的標的啊 那老師呢 就特別從這裡面 挑出了什麼 基優的 我們來做年底這一段 不要錯過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 老師在這邊挑了哪些股票 歡迎掃描QR Code 打電話來問 還有要觀察哪一些 也一樣 掃描QR Code 你會得到什麼 老師每天的分析 好不好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對你有幫助 謝謝大家 投資客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